你们班你最喜欢的同学是谁 Amy 看到Amy一脸嫌弃的样子 有谁能想到仅仅一个月的时间 烧饼的小儿子饼干就成功地拿捏了女同学 4月3日烧饼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段视频 视频中是饼干上学时的状态 第一天Amy还是非常嫌弃的样子 过了一周之后 Amy就可以和饼干友好的互动 1月之后 Amy成功被饼干拿捏 还主动地抱饼干 看到这一幕 不少网友表示 饼哥赶紧准备彩礼吧 饼干上优味园第一天 饼干上优味园一走 饼干上小一个月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饼干这学费真不白交 还给带回一个儿媳妇 看到饼干的这一幕 也有不少网友想起于塞羊小的时候 喜欢和大姐姐聊天 看到饼干一个月成功拿捏Amy 不少网友表示 饼干挺专一的呀 看到饼干的样子 饼嫂也是非常的无奈 在评论区给女同学的家长道歉 并表示已经教育过了 就怕女同学的父亲知道 不得不说 烧饼基因的强大 烧饼儿两个儿子 跟烧饼像是一个模字刻出来的一样 白瞎了饼嫂的颜值 完全没有参与感 就是不知道这么小 就开始喜欢跟女同学玩耍 也不知道是随了谁 而反观哥哥烧饼 则是女性的绝缘体 一心只想好好学习长大 报考德云社 我长到18岁就说 像爸爸一样 要去德云社饼做 烧饼如今已经成为 烧饼搭档曹贺阳的徒弟 从小也自带相声基因 灌口爆菜名张嘴就来 搞笑基因也是天生的 今年过年的时候 烧饼就曾被赐老秦 用一个玩具 换老秦的一车玩具 逗得现场观众哈哈大笑 上外在三下 不能提交钱 我说叫叔叔 他说叫拜年过年好 见识青交钱 叔叔过年好 发鸡就把这玩具 塞进交钱手里了 送你个礼物 那天今儿 我再是懵了 赶紧送你礼物 刚刚有说谢谢 我说都来一句 赶紧玩礼了 我老秦 他有一车 他那个超市 那超市给买的一车 是吧 没办法 我走不了 这么小就有如此的搞笑天赋 不得不说德云社的下一代 值得大家期待 从某种方面来说 烧卖拜曹赫阳为师 也是一种相声的传承 郭德纲的儿子 拜的是搭档于千尾时 作为徒弟烧饼 也将这个呼唤人质的传统传承了下去 而观众对烧卖也是给予了期待 希望他以后真能和父亲烧饼一样 给大家带来开心和快乐 再见